好 各位们好 我是董买买 好久没有拍视频了 那这期视频来跟大家来聊聊天 我最近在忙些啥 然后呢我最近对于换电跟超充 又有了一些新的领悟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观点 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的所有的观点呢 不可避免的会提到一些公司 但是你不要拿我的观点 去对你的投资进行决策好吧 我们俩的资金的能力范围 以及我们对于任何股票的持仓的时间的长短 都是不一样的 你单纯的去客舟求见 我觉得这不是一件正确的事 所以你可以听一听我的思考 听一听我的观点 然后呢我这期也拍的非常意外 所以我就简单的写了个提纲 我就多多来念一念我的提纲 听大家来汇报一下 我最近在忙啥 就是NEO内之后呢 其实我突然就迷上了罗强的刑法 其实也没有突然迷上了 2020年因为那个新冠疫情 其实罗强老师非常非常的出名 对吧 他是各种各样段子手 张三的悲剧的一生 是不是 就白嫖了罗强老师的 对吧 视频两年之后呢 突然觉得应该更加系统的来学习一下 所以呢最近其实一直在忙活这个事 然后视频也就更新的少了 但是我觉得对于新能源车的覆盖来说 我拍不拍视频 它都会快速的往前进 这已经到达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就是20%的渗透率已经过了 不论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 这就属于历史自然的向前推进了 因为你去买车的时候 你身边有一两个人都买了 那你身边有一两个人都买了之后 你就会去问 问一问你就想试一试 试一试那你也就买了 所以20%到60%甚至80% 我真是觉得2030年之前 一定会实现的好吧 那为啥拍这期视频 其实刚才 现在已经10点半了 我在逛网页的时候 突然看到奥迪在全球范围内 把它的第一个 你可以说是充电桩的概念 那个真正的落地了 其实19年的时候 我就看到过这个概念图 这一次真正的把它落地了 那我呢 其实是非常旗帜鲜明的 支持任何电动车企 只要你自己努力的去建设充电桩 努力的去给自己的用户 创造这种通行的便利 我觉得都是值得鼓励 而且值得尊重的 就像油 其实你回往过去的历史 你会发现加油站 这个东西 其实是要比车出现的更晚的 你知道吗 上海有个汽车历史博物馆 其实你去看一看这个历史 你会发现 先有车 然后当时并没有加油站 加油站这种专属的东西 是后来才出现的 当年福特为了让自己的车好卖 他去游说政府允许私人去开加油站 就是在整个大环境不好的时候 在整个大环境做的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一些企业愿意用自己的成本 用自己的真金白银去满足自己的用户 甚至说整个电动车行业的其他品牌用户 去创造出了这么一个好环境 这些都是去值得鼓励的 当然这些企业也不是说什么善待信女 他们这么早的选择了目标 他们如果这条路走对了 那以后在能源市场上 他们一定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行业地位 那总之 我是非常非常赞成所有的企业 自己去做充电桩的 那奥迪的这个充电桩 其实做的规格真的是特别的厉害 它在这个充电桩的房子下面 有六根超充 每个人的超充独立的 有320千瓦的峰值功率 你知道特萨的V3 峰值功率也才是250千瓦 所以320千瓦是现在 已经在实际投入运营中 算是比较高的功率了 然后配合这些功率 它做了一个2.45兆瓦时的储能 因为有了这个储能 奥迪说它只要外接电源 只需要200千瓦就够了 因为很多一些地方电能改造 你可能没有办法接700千瓦的一些电 所以你用200千瓦的电 应该还是比较好找的 所以它建了一个2.45兆瓦时的储能 然后同时屋顶还建了一个 30千瓦的光波发电 就是在天气好的时候 还能额外提供一些电能 30千瓦基本上把它的房间里头 灯可以点亮了 甚至它在上面做了一个酒廊 因为充电这个时间相对来会比较长 还会有一个酒廊可以给你 怎么说呢 酒廊你就可以理解为 反正这个充电嘛 怎么着也要 最少也要20分钟吧 最长怎么着也要一个小时 对不对 这一个小时让你有点事干 然后就会有同学问 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储能 其实你想想看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一根枪 320千瓦的峰值功率 如果六根枪同时在充的时候 恰好这六根枪都需要 320千瓦功率的时候 你到底需要多少功率 所以这时候你单纯的依靠外接电源 这个事很难成立了 你必须要靠自己 有一个储能的电池 提前把这些电给存满 等到这个充电桩 需要高功率电源输出的时候 从这个储能电源去拿 然后呢 即使在320千瓦的充电的功率下 充电时间有多长 奥迪官方里的数据 23分钟可以充80% 但是我还是要稍微说一句 这个23分钟充80% 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怎么说呢 需要你车的电池的SOC 尽可能的低 因为电池的主要 前面充的快 后面充的慢 对吧 同时呢需要你车 电池的温度合适 太热了不行 太冷了也不行 对吧 所以叫天时地利 人和啊 差不多吧 就是一定特定的情况下 23分钟确实可以充满80% 然后一般车企呢 不会去宣传充100%了 因为充100%第一 意义不是特别大 因为充80% 对大多数里程来说是够了 第二个呢 就是接下来的20% 甚至说接下来的5% 对吧 应该充起来会非常慢的 所以你非要去问 一块电池从0到100% 要多长时间 我想奥迪没有公布 但是我猜 我用我的经验去猜 我觉得怎么这也要50分钟 到一个小时10分钟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都强调 这个80%这个时间 我觉得80%已经很棒了 然后因为它做了 这个2.45兆瓦时的储能 所以我当时看了之后 心里一惊 这玩意的成本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储能电池 因为最近电池还涨价了 我也打听了一下 行业的价格 基本上两块钱一路电 所以这个2.45兆瓦时 准备好500万吧 就光这一个储能 就要500万 然后充电桩它6根800伏的 320千瓦充电桩 包括什么夜冷线什么的 这可能又是一个百万级 甚至是几百万级的一个支出 再加上奥迪这个站 它不一样 它上面还盖了楼房 对吧 那可能就是一个千万的投入 千万的投入做一个站 我想应该很难 在世界范围内大量的去普及吧 这就是800伏 奥迪作为一个比较领先的充电企业吧 现在可以这么说 它做出来的一个样板工程 我觉得其实还不错了 因为从速度上来说 它已经达到了800伏的期望值 就是23分钟充80% 这个其实以后 不管是上400千瓦 甚至上什么500千瓦 上上更多 那20多分钟充80% 这是一个大家应该行业比较平均的数字的 可能展望以后 未来的五年 大概也就是这个水平了 如果他们800伏能普及的话 所以既然说到这儿了 就可以来对比一下换电了 其实买买是未来车主 而且我对未来非常非常熟悉 我对于换电的领悟思考 我个人觉得也挺深的 那首先呢 一个换电站的成本 应该是200万人民币以内的 这个呢 是公开数据 二代站非常便宜 在很多个场合 宾哥也好 利红尾巴他们也都说过 200万成本以内 在2021年 就去年啊 这一年未来 总共有777个换电站 当初说的目标不是700个吗 然后充限之后 他们奔跑也没停 就总共在去年建了777个换电站 然后2022年 说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要做1300座换电站 等于就要再做600座 那以未来这个速度 我觉得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的话 应该会超的 那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说它1300座吧 然后每一座换电站 如果它放满的话 可以放13块电池 换电站的揭入功率 其实最小的时候 只有20千瓦 后面还会单独去聊这个故事啊 然后正常功率 我看了一下 那个打听了打听啊 不一定准确 500千瓦的也有 六七百千瓦的也有 就是换电站 对于功率的要求 其实还是蛮高的 然后正常使用嘛 换电其实是一个有趣的事啊 目前未来的换电站呢 只是一次只能服务一台车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台车 你去的时候 别人没有任何人换电 那你基本上五分钟就可以换好 那第二台车呢 就是十分钟 就是它要等五分钟嘛 它十分钟换好 第三台车呢 它就要等那个十分钟 就十五分钟换好 所以第十台车呢 它就是要总共花掉五十分钟 然后第十二个人呢 就要花掉六十分钟的时间 那这时候其实换电站 你第一块 就是第一个人换下的那块电池 已经充满了 也就是说换电站其实可以一直在循环循环循环 所以你发现了没有 未来所说的换电站最大 每天可以服务三百一十二次 是这么来的 每小时呢 可以服务十三个块 然后呢 一天呢 有二十四个小时 就是这样的来的 但是呢 虽然说充电吧 如果大家从零到百分百充满 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换电站呢 基本上给你一块 百分之九十三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电池 如果你运气特别差 就剩那么第十三个人 也要一个小时 虽然 但是前面第十二个人 都不需要一个小时 对不对 那前面第一个人甚至只要五分钟 但是整体来看 对于后面的人来说 他的体验依然是不好的 甚至说十三台未来 如果排在一块 排队等换电 这不又要上新闻了吗 是不是 所以呢 未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就是大量的去部署换电站 就是降低车桩比 他们提出的所谓电池房的概念 就是未来车主家 三公里的范围之内 一定要有换电站 并且呢 未来还非常雄心勃勃的 布置高速公路的充电网络 就算到今天 G42 G15 G50 G60 这些什么神海高速 沪宁高速 金户高速 金港澳高速 G15那个神海 对吧 这些都 然后东北那一块 也都部署了 所以其实未来说干 还真的就干了 所以在今天来看 整体上的换电站 应该是配得上 未来目前的一个销量的 我这么说应该没问题吧 那包括在看我视频的 未来车主们 你们不妨来弹幕中去聊一聊 看看未来新闻换电站排不排队呗 那如果你想搞搞事情 那我教你怎么办 你打开未来APP 然后中间爱车 里面有一个更多功能 更多功能里面 你去选一个充电地图 你可以实时的去看 未来哪些换电站在排队 然后你就可以去渲染一下 气氛说 未来换电站又排队了 对吧 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换电站相对于充电桩 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多的优势的 首先一个非常重大优势 它不需要储能 它自己就是储能 就是你再想象一下 如果你外部的电源 只有100千瓦功率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假如你是一个决策者 今天你到一个新地方 这个新地方 由于场地的限制 我只能接100千瓦的电源 这100千瓦的电源 你是接充电桩 还是接换电站 其实100千瓦 如果你接一根充电桩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如果这地方 有两个人一起去充电 另外一个人 要等足足一个小时 等它充满才能走 并且充电桩 使用供况是这样的 你充电的时候 100千瓦 如果不充电 没有人点的充的时候 其实对外输出功率是0千瓦 而这100千瓦 这么低的功率 我们今天不给充电桩 我们给一台换电站 其实换电站每一秒 都在使用这100千瓦的功率 在给他自己的 那13块电池充电 就一个正常的场景 其实是夜里 不会有那么多人 还13个还未来车主 在凌晨3点钟 一起排队充电 这个事应该是 比较小概率发生的 夜里没有那么多人的时候 假如这一个夜里 10个小时 即使我100千瓦 我差不多也能给10块 或者11块电池 把它给充满了 等到白天人多起来的时候 就出现了 13台未来车主一起出行 然后非要去挤爆 一个换电站的场景 那我也可以保证 在一个小时之内 把13台车 给他每个人都换上一块 充满电的电池 这个是换电站 可以去做到的 而且换电站 在做到这件事的同时 他还在给电池进行充电 就一刻也不停着 在利用着这100千瓦 这个时候 但凡 但凡这中间 没有再出现 13台未来车主 非要去挤爆 一个换电站的情况了 但凡出现 比如说这一个小时 一台车都没有来 这种事也可能发生 我就多了一块电池 这一个小时 两台车都没有来 我又多了一块电池出现 所以哪怕换电站 只有100千瓦 这么这么去低的一个功率 它依然可以提供 峰值很高的一个服务 这个是充电桩所提供不了的 这个原理 做一个不太严谨的比喻 我觉得就像一个水池 都是100千瓦的水管往里头冲 换电站其实是100千瓦 乘上24 24000千瓦 充电桩在闲的时候 就毫无价值了 未来的换电站 其实最低的功率是20千瓦 因为国庆节 在一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 那时候电源还没通 那是一个临时电源 用20千瓦的电 你想看 20千瓦 这是多低的一个电 就是临时供电 他们充满了一个换电站 因为晚上 拼命虫 充满了一个换电站 并且这个换电站 还就在国庆节的时候 服务了非常多的未来车主 但20千瓦 实在是不是特别够 他们还做了一个骚操作 在边上又摆了一台ES8 然后那台ES8 还起了运电池的效果 他自己也去边上充电 把电池充满了 直接开到换电站 然后把那块充满电的电池 送给换电站 再从换电站 拿一块没电的电池 去边上充电 就这个20千瓦的换电站 都可以在国庆节 这么极端的情况下 勉强的坚持住 所以今天看完 奥迪这个充电站的新闻之后 我发现换电站的优势 在经济方面的优势 其实被很多人所忽略了 如果这事不挣钱 长期来看也不挣钱 那这事一定是不会有人做的 如果这事 比如说建一个充电站 建一个换电站 一千万的成本 那建六百个要多少钱 那如果一个换电站 只要两百万的成本 甚至两百万还不要的成本 那我是不是就相比一千万 我可以至少多建五倍了 而且在实际的生活中 这不仅是五倍的问题 如果你是五倍的成本 你有可能你的电费极高 你跟充电比没有优势 你没法卖得掉 那如果你只有人家 充电桩五分之一的成本 你的电费其实还可以很便宜 那对消费者来说 就更有意思了 因为换电站的成本低 所以他卖出去的电费 有可能会更低 所以消费者花更少的钱 用五分钟换来了一块 百分之九十五的电池 而隔壁你去充电 消费者可能要用更贵的钱 因为储能电池的电是贵的 更贵的钱换来需要 二十三分钟充电百分之八十 这样两个的体验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超充装的 储能成本降不下来 那超充装八百伏的普及 一定有压力 那再换句话来说 因为超充装要储能 所以它需要占很大的面积 未来的换电站 在上海的一些内环区域 部署的很糟糕的原因 就是因为换电站 它要占四个车位左右的大小 没有那么多的空地 换电站都没有地方去建 那八百伏的超充 就有地方建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 值得大家去思考 而且换电站有一些 别的充电车企 只能充电的车企 给不了的优势 比如说保养电池 我相信如果你开 别的品牌的一些车 尤其是你开的 这磷酸铁里的车型 它一定会跟你说 每隔一段时间 要把你的电池给充满 如果你开别的品牌 三元里的车型 一定会有人跟你说 尽量不要买充买放 对于电池的寿命不好 对不对 但是今天你有没有听过 一个未来的车主 在聊保养电池的事情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保养电池 这个事情是未来在做的 未来的换电站 每一次给你只换 93% 94% 它在干嘛 它其实在帮你 去保护那块电池 而且电池一旦出了 什么问题 换电站直接就把 那块电池给下限了 不管那块电池 是出现了什么故障 是什么容量下降 还是说被人给 那个什么撞击撞坏了 那块电池就直接下限了 而你作为一个 不能换电的车企 你买回去 你的续航就只有一条路衰减 同时未来 因为有了换电站 它可以做车电分离 它可以买车的时候 不买电池 就是车价直接便宜 12万5千块钱 这个事别的品牌做不到 当然你也可以 把电池给买断 同时未来车主 还可以可充可换 可升级 啥意思啊 我买车的时候 我只用75千瓦时的电池 但是马上我要跑长途了 我租一个月 100千瓦时的电池 到年底了 我马上要去什么 新疆西藏了 充电桩虽然有 但是我希望我能单程 跑得更远一点 我租一台150千瓦时的电池 这个事在别的车企 想换电池 等于你换一台车 对于未来来说 它2018年迈出去的车 今年年底 都可以换150度的电池 这个事 我觉得这样的 对用户的利益 对用户的价值 可能是很多人 没有真正去领会到的 但是呢 去争论充电好 还是换电好 其实对于未来车主来说 没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未来是可充 可换 可升级的 而且未来在部署超充装这方面 其实跟它部署换电站一样快 因为很多换电站是充换一体站 往往就是一个换电站 边上还有解超充装 未来的超充装 在全国范围内 你去数装数 可能是第二或者第三 因为最近开麦斯 其实建的也非常多 大概是第二或者第三 第一是特斯拉 它装其实确实挺多的 第二开麦斯 第三应该也就是未来了 而且未来的充电装 是向所有电动车主服务 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对吧 所以对于未来用户来说 你争论充电好还是换电好 没啥意义 它都可以 需要充电的时候 比如说我去商场吃个饭 那个时候我时间很充沛 就充电呗 需要换电的时候 我要跑高速公路 我来不及 那服务区就换电呗 是吧 所以对于未来车路来说 讨论这个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你可以去争论800伏 什么时候可以去普及 但是我觉得就奥迪 单纯今天建的 这个800伏的超充装来说 它花了更多的钱 我非常确定 但是并没有取得未来换电站 所带的一些效率 当然了 你也可以说 这个站因为在欧洲 欧洲人少 六根庄 绝对不会出现 什么七台车同时充电的景象 那也行吧 但是我觉得 如果咱们做投资 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 非常显而易见的 就是我们要看到 哪些东西对消费者真的有利 哪些东西真正能产生 长远的经济价值 那为啥换电站不去搞个酒廊呢 因为换电的速度 五分钟就搞定了 不值得用一个酒廊 它不配 好吧 好了 这就是本期等玩买的视频 跟大家来聊聊天 不知不觉又聊了半个小时 我把视频剪吧剪吧 可能有二十多分钟呢 就是我今天晚上 正好看到了一个新闻 然后自己稍微做了一些测算 做了一些思考 希望能对你 看看世界 了解了解充快店这个行业 能有一点点帮助吧 好吧 好了 这个是本期等玩买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 平时收藏订阅 等玩买 迈迈迈在头条B站 微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